这个银耳它属于补异药 它胃肝就是肝蛋的味道 性平是平平的 所以它适应性非常强 是作为药室两用食物中的 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因为银耳它有利五脏 有滋人运肺 有滋阴这样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人的身体比较虚弱 特别出现阴虚那些症状的 或者说素质就比较差 身体平时身体相对比较体弱的人 这样的话我们用银耳 做一种一腰一食那种补品 来用的话一定有好处 你看银耳的好处真挺多的 还真是不少 但是你想这么全面的一味药 即便是三好学生 他也有数学语文英语什么的 各有长相的地方 就非要比较出来一个高低的话 咱们是不是也能给他排一排座位 储君要给银耳的功效排个座 其实在上个月 他就着实火了一把 2013年一月 雾霾成了整个月份的关键词 整个一月 我国中东部地区雾霾平均日数4.4天 而辽宁手雾霾天数的持续时间 达到了20天以上 特殊天气下 不仅出门戴上口罩的人多了 而且所有缓解肺部不适的食物清单中 你都能找着俩字银耳 温老师 你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银耳是不是真正能发表它的功效 帮助我们对身体调养一下 面对大面积这种雾霾 我想解决它的问题 不是靠一味药能够解决得了的 但是如果从药性来出发 银耳它确实有运肺的功能 因为我们对抗雾霾 或者说受雾霾之害的一个窗口就是肺 并且银耳它也有特殊的过滤作用 它本身也有对肺物排泄的过滤作用 所以还是有帮助的一种用品